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成绩好像总是差强人意 但其实原来早在1948年 台湾曾经组织了一支代表队 参加过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并且扬威上海 想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吗 那就继续听我给你讲 1948年 台湾省代表队扬威上海 1948年 台湾省组织了一支体育代表队 赴上海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并在田径项目上取得辉煌的成绩 这是20世纪中 台湾省代表队第一次与其他省份的代表队 在同一国家的架构下进驻体育 所获得的优异成绩也令人刮目相看 4月24日 台湾省代表队由台湾省教育厅厅长许克氏 及政界文人谢东敏率领 从基隆搭乘中兴轮启程 于26日清晨抵达上海第二码头 全队男子选手75人 女子选手37人 参加的项目有田径 女子排球 网球 垒球 拳击 游泳 举重 和男子乒乓球等项目 根据事先的评估 代表队中的田径项目优势明显 有少数民族选手 曾富胜 郑明辉 陈万山等参加1500米 5000米 1万米 赛跑项目 徐天德则参加100米和200米的短跑项目 其他项目的杰出选手也不少 如女子400米的陈英德 三级跳远的戴玉玲 至于曾在早稻田运动会 创下13米三级跳远记录的张兴贤 以39岁壮临上阵 亦成为一世佳话 5月4日 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正式揭幕 全国各省市军警和海外侨胞 共计54个单位 2677位男女选手参加比赛 除了台湾和香港外 海外华人居住地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西贡 多伦多 檀香山和歇罗等 亦派出代表队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特班训辞 第七届全国运动大会 举行于抗战胜利三年之后 正当宪政开始之时 又在世界运动大会之前 参加的单位普及全国各地 东北的选手 顾喜久别重逢 台湾的选手 更喜回归祖国 我们辅金思锡 既往开来 深觉 本届运动会 不但具有与钱不同的意义 而且分担起世界的任务 不但青年见儿 应该一致兴奋 而且全国同胞都寄予远大的期望 台湾省体育代表队 由于是首次辅大陆参加全国运动会 所以各界均寄以厚望 事实上台湾的运动根基相当扎实 日据时代台湾田径一具基础 所以能在日子上海全运会中大方异彩 受到全国各界的关注 台湾新生报发表来自上海的报道说 田径项目是大会重心 台湾代表在田径项目中人才济济 必可夺得首席 上海从前是田径锦标 然而近年来除亚巴楼文敖之外 并无出色人才 今年恐要吃败 女子田径 岳省 台湾 北平 将有巨争 游泳锦标 是香港的囊中物 马华 飞华 或可与香港一争长短 排球 则是三个广东人队伍的天下 这次全运会总共进行了12天 竞赛十分激烈 台湾队果然一如事先所料 在田径方面的成绩异常突出 而且根据台湾新生报 特派上海的记者黄顺华的观察 其他省份代表队比赛经常发生纠纷 而台湾队秩序最好 黄顺华写道 球场上的表现最令人叹息的 女子篮排球赛中相互相逢 必有纠纷 篮球技师员竟受此意外横祸 足球场上更是惊心动魄 大连队员殴打球证是开端 继而汉口对菲律宾赛 又以不满裁判之处决 汉口负弃弃权 而今日锦标循环赛中 上海队弃权 虽然我们能断定 它是投机取巧 可是已经引起一般的不满 一致认为大会该有明智之处决 将上海队除名 总之这一切都表示 缺少了体育风度 也抹杀了大会的意义 田径赛全部结束的项目 论团体是台湾独霸 无别队可涉足 而且在比赛中 秩序最好也没有出过打架 欧伤的岔子 是值得告慰的 其中还有一个使人兴奋的插曲 即上届400米冠军戴国书 致电本届冠军陈英郎 恭贺他打破自己的记录 这一纸贺益 充分表现体育家的伟大精神 发挥了非为得失的体育意义 这是对球赛打风一个对比 也是一个讽刺 5月15日全运会举行闭幕仪式 大会会长朱家画 致必木词 他胜战本次大会各项成绩之表现 王正廷则引述国父继续努力 以求贯彻之训事 欺免全国推广体育运动 增进个人及民族之健康 促进国家之强盛 此外 全运会进行期间 还安排了一场中外田径赛 作为压轴好戏 西连队由48位好手组成 主要选自美国 苏联驻华单位 美陆军 美海军 美同公学 犹太等9个单位 中国队则由29人组成 军委全运会田径项目中的冠亚军 其中台湾选手即占13人 在100米决赛中 台湾的徐天德轻松获得第一名 为台湾此次参赛 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5月15日下午5时 大会会棋与悠扬乐声中 徐徐降落 运动会即告圆满闭幕 在总成绩方面 台湾荣获男子田径的总锦标 女子田径总成绩则名列第四 个人方面 许通获200米冠军 张瑞妍在女子标枪上夺魁 王有幸夺得男子乒乓球 单打冠军 台湾代表队首次参赛 即一名惊人 中央社在评论台湾队的表现时 有很高的赞誉 大会与球类竞赛过程中遭遇困难 出示对抗之双方争执 继而便为裁判员之总词 是非亦极难论定 因此一切 提赴审判委员会纠纷 均由该会 以折中办法解决 本届出席之五十余单位中 台湾省 实力 精神 纪律 三者皆属超人 堪为其他各地之楷模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本期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我们明天见